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今天给大家褒奖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之后的欧洲 上次我们说到 在战后的南斯拉夫 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 就对克罗地亚人的乌斯塔沙 进行了彻底的清洗 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 会遵照一个标准的流程 来消灭他们手中的犯人 首先呢 他们会进行基本的筛选 将平民和士兵区分开来 然后再将乌斯塔沙部队 从一般的克罗地亚护国军的 正规军中区分出来 最后呢 再把乌斯塔沙的军官 从基层士兵里区分出来 筛选过后 罪孽最轻的人 会被送上火车 送往全国各地的囚禁营 这个数量呢 大约有几万人 他们被送到囚禁营之后 少部分幸运者 被留在当地做奴工 或者是从事一些粗重的工作 而对于大部分来说 这是通往他们人生尽头的 最后一段路 当然在南斯拉夫一些地方呢 有一条条反坦克的壕沟 德国人当时挖出 这些厂商的壕沟 是为了当作 对抗游击队的最后防线 现在德国人不在了 游击队呢 就充分利用这些壕沟 他们把乌斯塔沙的囚犯 一车一车地带到这里 沿着壕沟排成一列 然后遭到枪军 这些犯人完全知道 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因为壕沟下头 就让他们看见 已经躺着 找他们一步 被带到此处 已经命丧皇权的其他的犯人 一位侥幸逃脱的 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军官 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那天夜里 游击队将我们的衣服退去 用绳子将我们的双手 反绑在了背后 然后凉凉捆在一起 之后我们被带上卡车 前往马里博尔的东边 我成功解开了自己的双手 但我的人 仍然和另外一名军官绑在一起 我们被带到了巨大的沟渠边上 沟里已经堆满了不少死尸 游击队开始朝我们的背上开枪 以闪电般的速度 我往死人队的上头纵身一跃 之后更多的尸体 在我的身旁落下 等游击队射够了我们这一群人 他们就转身离去 他们并没有要掩埋我们 因为看起来沟区里还有空间 所以他们会前往马里博尔 带回来更多的受害者 我从死去的伙伴身上 解开了自己 爬出了死人堆 我赤身裸体 浑身覆盖着别人的血 心中充满了恐惧 我担心自己根本走不了多远 在距离行星处不远的地方 我爬上了一棵树 我发现游击队一共回来了三趟 而也杀死了所有带回来的军官和神父 等到太阳升起之后 我从那里逃脱了 在巴里博尔的杀戮持续了数天 而等凡坦克的壕沟终于填满的时候 专门的埋尸队也在指示之下 将土堆在了壕沟之上 然后再把表面弄平坦 尸体也同时被掩埋在了炮火或者轰炸造成的大小弹坑里 还有人工挖掘出来的班人总理 一名前游击队员在逃离了南斯拉夫之后 对于这些埋尸大队中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况 曾经给出了第一手的回忆描述 他写道 我们一边执行着自己可不至极的任务 另外一组人则被指示要在壕沟的终点处挖出一个大坑 令我胆寒的是 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大坑里 满满都是尸首 由于这个坑里的尸体都已经相当的僵硬 并且已经开始腐烂 他们多半都已经死了数日之久 我们持续从事这种掩埋工作 直到下午五点钟 此时一群大约上百人的囚犯 又被带到了新发好的宰杀场 我们被告知这些人会协助我们埋尸 但是话音未落 这些囚犯已经被排好 站在了坑洞的边缘 紧邻着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 接下来他们身上被抢了一轮 所有的财物能拿了都被拿走 最终这上百名囚犯还是被机枪扫倒 我隔着大约不到一百码的距离 看着这场屠杀 有些犯人直接往坑内纵身一跃 逃脱了机枪子弹 他们假装一命呜呼 但游击队员会检视一句句 看上去已经没有了生气的人体 对于怀疑假死者一律补上刺刀 所以惨叫声撕裂了空气 然后游击队员会对死人堆再扫射几遍 以确保不会有漏网之语 那么根据南斯拉夫历史权威者的估算 在紧接着二战结束的那段时间里 大约有五到六万名 以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为主的亲纳粹军队 死在了布莱堡和马里波尔之间 这相当于是1945年5月 沿着奥地利边界向游击队投降的 将近一半的南斯拉夫部队 像这类的屠杀行为绝非是只发生在马里波尔 在一万两千名逃往奥地利在先 被英国人缴械之后 交还给共产党游击队的斯洛文尼亚国民军当中 绝大多数人也被杀死在了客切为近郊的森林里 这些人被带到了高原上的深谷边缘 要么被开枪打死 要么被活生生的推落悬崖 紧接着深谷的岩壁被炸开 这样他方的土石就可以盖在尸体上面 根据目击者所说 屠杀的过程不分士兵或者是军官 也不区分政治的倾向或者是立场 根本犯人就没有经过审问 也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决 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筛选 所有人只是被带到了那里 死路一条 起码有八千到九千名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 死在了这里 还加上若干的科罗地亚人 还有塞尔维亚裔的切特尼克 类似的事件呢 也发生在了波杜提克的峡谷里 距离卢贝安娜不过数公里之遥 成堆腐烂的尸体 开始污染卢贝安娜的水源供应 所以到了六月份 一群德国战俘被逼着 去把这些尸体重新的挖掘出来 然后规规矩矩的 移葬到新挖的集体坟墓中 游击队当时可以说是不用齐集的痛下杀手 在拉斯科和克拉斯特尼克 科罗地亚的通敌者会被扔下矿坑 然后呢 矿坑外头的游击队员往里扔手榴弹 在里弗尼克 囚犯呢 则会被逼入弹坑 然后直接在弹坑里被炸一个尸骨无存 还有像在贝日格勒的战俘营 囚犯会被锁进密闭的水库 然后被水淹冒到完全的灭顶 不过呢 在这些地方 总是会有人 能从不可能的几率中存活下来 像有一个幸运 在卡本尼克和数百人一起面对枪毙 结果却幸存了下来 当时他和其他的囚犯 被告知要围成一圈 然后再由卫兵向他们开火 他虽然被打到了额头 却奇异般的活了下来 当时他躺在已经断气 或者是掩掩一息的同伴之间 他居然听到游击队员闹起了内讧 内讧的原因呢 是这些游击队员 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 让囚犯排成圆圈之后 自己也在外面围成了一个圈 也就是说实质上 他们不只是对囚犯开枪 他们也是在对其他游击队员开枪 结果呢 有两名游击队员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另外还有两个人重伤 那么像这样的证词 数量之多令人炸舌 而且有些证词 听上去胡扯的让人难以置信 比方说 有一位叫做米兰扎耶克的人 他就说 他在有机会逃脱之前 曾经在尸体堆里待了五天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扣除了那些极端的案例之后 大部分的证言是合理的 而且里面包含了很多 可以进行核实的细节 甚至呢 有些证词是来自于游击队方面的文件 而真正的证据是遍布在这些区域的众多的万人种 实际上呢 在前南斯拉夫垮台之后 部分的万人种已经经过挖掘而重见天日 在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为铁托游击队枪下亡魂 而树立起来的纪念碑 并不在少数 但这里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待回答 那就是什么动机 促成了南斯拉夫所发生的这些屠杀 这单纯只是一种复仇 对象上是军事上的宿敌呢 还是说这是一种程序 是一种有瑕疵的私行正义 对象是一个政权 指向的呢 是一个要为渊源相报的暴性循环负责的始作俑者 这些杀戮到底是出自于政治立场的不同 还是足以之间仇恨的结果呢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有 所有的动机都混在了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克罗地亚 乌斯塔沙政权的建立 是惦记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 和足以仇恨的意识形态之上 因此呢 和这个政权相关的士兵和官员遭到处决 可以说 是同时具有政治和足以冲突色彩的行为 对于那些在战时进行过种族清洗 罪证确凿的乌斯塔沙分子来说 这是一种既罪有应得 但又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往往会波及无辜的惩罚 那么在复杂动机中的那些细微的差异 无论是对于杀人的 或者是被杀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无暇去深究的奢侈品 几乎所有的战后的南斯拉夫受害者 都强调 他们是因为克罗地亚裔的身份 而被挑出来对付的 但实际上这些受害者本身 也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 就连战后共产党的消息来源 也承认族裔是战后不少非官方暴力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 1945年7月 南斯拉夫被于克罗地亚的情报单位就回报说 沙文主义仇恨在塞尔维亚和克罗维亚村庄里气焰高涨 以至于那里的内战仍然没有停息 在战后的南斯拉夫 纯粹因为足以隔阂而取人性命 或是诉诸暴力的案件屡见不鲜 尤其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 在回到村里之后 会把偏见发现在那里的克罗地亚 或者是波斯尼亚的邻居身上 那么种种的杀戮 无论规模是小是大 都造就了南斯拉夫对外一种格外残酷 格外是不祥之地的形象 而雪上加霜的是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激烈内战的开打 更让这种形象根深蒂固的植入人心 巴尔干半岛几乎成为了 欧洲关于暴力的替代名词 而且呢 还是带着一种恶毒程度超乎寻常的嗜血 那么的确统计的数据 只要牵扯到战后的南斯拉夫 看起来呢 都会比其他欧洲国家来得刺眼 大约有7万名亲纳粹的通敌的军民 在战后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的杀害 以占其人口的比重来说 这样的死亡人数是意大利的10倍以上 是法国的20倍之多 而且呢 出现于二战之后的流言蜚语 也让南斯拉夫残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定型 因为11岁的时候就加入游击队的杜桑伍克维奇 就宣称他曾经亲眼看见过一名乌斯塔沙分子 被活活的剥皮 然后被吊在了树干上 而且吊他用的不是绳子 而是他本人的人皮 他还说 他曾经眼睁睁的看着游击队员 切下人的鼻子和耳朵 挖出人的眼珠 他们会把各式各样的标志 刻在俘虏的皮肉上 尤其是遇到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成员 他们更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那么其他目击者所提到的虐待 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 包括卫兵会千刀万剐 一刀刀的慢慢的把犯人折磨到死 会把囚犯当马骑来取乐 或者会把囚犯先绑在一起 然后将骑丢在河里 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淹死 战后发生的南斯拉夫的暴力事件 其实并没有比发生的其他国家 来得更加残忍 事实上呢 同样残酷的暴力行为 也发生在战时法国维西政府 在德国战争期间 抓捕反抗军战士之后的做法 那些维西政权的民兵团 也一样会挖人眼珠 割人的鼻子和耳朵 杰克的暴民也一样 会拿他们抓到的党卫队成员开刀 把纳粹的标记刻在他们的肉上 比利时的马基游击队 则会不当一回事的 把通敌者活活的烧死 南斯拉夫所在的 巴尔克半岛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 它背后代表的 是从二战期间 一直到二战之后 在整个欧洲大陆 都非常普遍的 人性的泯民 而诱发这些暴力的族裔因素 也并非是南斯拉夫才有 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 或许在西欧大部分并不存在 但是族裔紧张 很明显 在东欧的杰克斯洛伐克 波兰 乌克兰这些地方 都是不可分割的一环 此外呢 还有不少小型 区域性的冲突 发生在欧洲大陆各地的 少数族裔之间 那么南斯拉夫唯一的特别之处 就在于 它能够同时汇集 在欧洲大陆上 所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 背后的原因 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 南斯拉夫的暴力呢 大多数还是由单纯的 想要报仇的欲望所推动 战争期间 在南斯拉夫所造成的那种 族裔之间的仇恨 在战争一结束的时候 被刻意的掩盖在了 舒适的民族团结的谎言底下 南斯拉夫的法治 在战后的崩溃 也跟欧洲大陆其他 受到严重损坏的区域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新设警力的信任不足 民众畏惧这些警察 就像是畏惧大家结社的暴民 这一点和波兰 罗马尼亚 匈牙利 奥地利 东德 也没有很大的不同 南斯拉夫民众 对于司法体系 也是同样的不信任 当法院失信于民的时候 那么民众就会追求 属于他们自己的私行正义 无法光明正大的地下监狱 开始设立 来关押那些通敌的人 这和法国或者是 吉克斯洛伐克是一样的 但南斯拉夫和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 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南斯拉夫的国家力量 很快就介入了 在南斯拉夫呢 很多的战后暴力行径 都是出于政治性的动机 之前呢 我们所提到的 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 战后暴力行为 很多是由个人或者是团体 是以体制外的方式来做的 那么即使是那些 失序的个人或者民间团体 最终也会被盟军 与传统政治人物联手 带回到体制之内 但是在南斯拉夫 从事暴力的不再是个人 或者是民间团体 而是战后南斯拉夫政府自己 这里呢 也看不到盟军 传统的政治人物 也是被革命分子彻底的替换 那么这些打过仗的人 就会用一种大刀阔斧的方式 来让国家恢复法制 这就成为了 战后南斯拉夫的一大特色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